巴貝多吉貨輪1號早上擱淺在蘭嶼紅頭部落外海 船身經過海浪不斷拍打以出現斷裂情形 島上主人頂著強風記錄貨輪狀況 就擔心裡面的燃油會污染蘭嶼海岸 由於貨輪內載運著柴油39噸 以及低流燃油227噸 目前船身斷裂極有可能外溢 而台東環保局也做好應對措施 但必須等颱風過後再處理 台東環保局表示 已派人隨時監控貨輪狀況 離島船班副航將立即運送相關環保 資材過去蘭嶼 防止污染持續擴散 原始新聞報告 台東蘭嶼廠報導